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扭这个地方 然后勾针穿起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 再用勾针 把线绕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变丝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在圆里面开始勾短针 我们开始勾第一个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 再用勾针勾住线 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大家看一下 针眼呢 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并在一起 这是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并在一起 第四针 第一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for x 来表示的 第一圈就是勾6x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六个短针 对应六个针眼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这样呢 就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那么我们用的是螺旋钩的一个针法 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引拔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新的一圈 第二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横着 穿过这两根线 线尾横在一侧 先勾好第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再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个加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面四个加针全部勾好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用字母符号V来表示 第二圈呢 我们是需要勾六个加针 就是6V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一圈的六个短针 变为12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在做标记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同样的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一针加一针的方法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二圈的12个短针 变为18个短针 每一圈都是加了六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那么第四圈最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 我们是勾上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重复地勾五次 最后呢 再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就勾好了 中间部分呢 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重复勾五次 也就是隔开两个针加一针 先勾上两个短针 占据两个针眼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就勾好了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需要重复地勾五次 第二次 两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三次全部勾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开两针加一针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这五次之后呢 最终还剩下一个针眼 我们再单独地勾上一个短针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短针加上最开始那个短针 凑在一起呢 总共也是两个短针 我们第四圈就完成了 变成了24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是勾上三个短针 占据三个针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好 三个短针就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勾上一个加针 在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大家看一下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 三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开三针加一针 那么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成三十个短针 对应三十个针眼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五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第六圈就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 我们是按照 隔开四针加一针的方法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勾上两个短针 占据两个针眼 第一针还是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 这是两个短针 然后呢 在第三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好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就勾好了 中间部分呢 我们隔开四针 加一针 重复地勾五次 最终呢 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上四个短针 占据四个针眼 好 勾好四个短针了 然后呢 勾上一个V 勾上一个加针 大家看一下 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需要勾五次 第二次 四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三次全部勾好 那么姐妹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制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着图解 独自勾边一小部分 X代表短针 V代表加针 小括号里面呢 代表是一个组合 后面的数字呢 代表重复地勾几次 比较简单的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完这五次之后呢 最终还剩下两个单独的针牙 我们再对应勾上两个单独的短针 那么这两个针牙 加上最开始的那两个针牙 凑在一起呢 总共也是四个针牙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六圈就完成了 变成了36针 接下来呢 姐妹们就跟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第七圈到第九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九圈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的底部 这样就勾好了 我们需要比对它的大小 剪一个纸板 那么剪好之后呢 后期呢我们会用到的 剪一个这样大小的纸板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就比对它的大小 剪出这样一个圆形的纸板来就可以了 那么剪好之后呢 我们先给它搁置到一旁 后期呢我们会用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十圈 第十圈呢我们需要继续加针 但是呢我们需要勾一圈的这个后半针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针眼 只挑后半针这个单层线圈 前半针留着不用管它 挑这个后半针作为针眼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挑后半针这个单层线圈 第一针勾好之后呢 还是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好先勾好四个单独的短针 占据四个针眼 然后呢我们在第五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中间部分呢 我们是隔开八针加一次针 重复的勾五次 我们来勾一下 这八针占据八个针眼 好大家看一下勾好八个短针了 然后勾上一个加针 大家看一下 八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中间部分呢需要勾五次 最终呢还会剩下四个针眼 再单独勾上四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那么只有这一圈呢 我们是勾的这个后半针 那么从这个第十一圈开始呢 我们就正常的穿这个短针针眼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勾好五次之后呢 还剩下四个针眼 在单独勾上四个短针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第十圈 这一整圈就全部勾好了 好大家看一下 第十圈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十一圈 到第十六圈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的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那么从第十一圈开始呢 我们这个针眼呢 就变回正常的了 每一针呢 都是挑这个双层线圈 作为针眼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 几面有根的图解部分 一直勾到第十六圈 所以有根换的技能 手本就变回了 第二十圈 因为我们有根换的 一种子喜欢的 然后再一种子喜欢的 因为我们是用的 有根换的 射满脚 閩的水 全体下一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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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这一天是正常的